开箱药品着一颗一颗小小的黑色小药丸 阿嬷说怎么和网路上看到的不一样 龙斌养肝丸 他踢过来的时候发现他被成龙堡 老人家上网买药想让儿子补肝 网站号称是患肝名医镇龙斌推荐 不但有名医肖像 一罐九百九 网站上更号称已经卖出两千三百万罐 明明网站标示品名龙斌 但怎么变成龙堡 差一字差很大 阿嬷口中的院长原来是台湾肝脏移植权威 过去担任邵小林车祸时的主治医师 现职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器官移植中心的荣誉院长 被冒名犯售出面驳斥 在我的行医的过程绝对没有去卖药 甚至卖中药 甚至有这些所谓的养肝纹的情况 保利顾问他有去查 查到以后发现说这个IP是在大陆 就怕跳进黄河洗不清 郑隆斌亲自出面澄清 我的病人甚至在外面也提到说 女儿还跟她的爸爸讲说 我们来买几罐给你吃 我说我这个还得了 患肝权威被冒名成了网路药品活招牌 挺身而出就怕有人受骗上当 想饱肝反而伤肝 记者联缘并不彭心 台中报道